从前有一位叫白炎通的人 欠了杨允四千五百文 四千五百文钱 李氏向他吹讨都不还 等到杨允死后 他就隐藏 这件事情不提 后来杨允家里生了一头驴子 忽然口出人脸说了 我是白炎通 因为欠你家四千五百文的钱 所以才转生到你们家来做驴 现在西市有一位卖驴的店家 也欠我的钱 数目一样 你们可以把我卖到他家去 得到的钱 得到的钱数就还给你们 债务就了结了 杨允的儿子义其所缘 将驴子卖给西市卖驴的家 卖过去过了两天 驴子就果然死掉了 因为这个驴子呢 他没有欠那个 他没有欠那个卖驴店的钱 反而是卖驴店欠他钱 那他欠杨允的钱呢 是四千五百文 那刚好那个卖驴的呢 也欠这个 这个白炎通呢 欠了四千五百文 数字差不多 所以他就突然间呢 在出生的时候呢 变口出人言 这一段的故事呢 是 告诉我们因果通三世 欠债要还债 所以然后法师说呢 欠债还债 有人就问进攻法师啊 有人问师傅说呢 负债洪华 因为众生给你供养嘛 你负债洪华 如果无力偿还 果报如何 这个是 包括我们基士 包括出家人 都要 牢牢记住 这个问题 我自己也很谨慎小心 在处理这个事情 老法师怎么答 老法师说 还是要还债 不能不还 这个事情实在讲 你用不着问我 老法师说 佛门里面有一记 宴里说 狮子一粒米 大如西弥山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脚还 这个大家都 朗朗上口 耳熟能详 老法师说 我就这样答复你呢 出家修行 红华立生 自己没有成就 还是要还债 关键在你修行 能不能正果 能不能成就 如果你修行 没有正果 没有成就 没有往生西方 没有往生西方 要还债 关键在这里 你往生了 不用还债 为什么 因为 他供养你 他护子你 你正果了 你往生西方了 那他得的福报就大了 他供养你啊 你有成就啊 你没有成就 那你将来要还债 这个麻烦 是一定要知道 在一般大圣教里面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不用还债呢 华严经里面说啊 初信为的菩萨也算是正果啦 华严经里面的十信 十字 十行 十会上 十地 等觉 妙觉 十信位里面的初信位的菩萨 他已经怎么样 他已经 这个 破身见了 在小圣教里面呢 是正等于西头还果 正出果 的破身见 破见后了 所以严教初信为的菩萨呢 他就破见后了 跟初果 西头还一样 是正出果 那是圣人 华严经里面呢 十信位的初信位菩萨呢 他断烦恼的功夫 跟西头还相同 都是断八十八品见后 结定了 不跺三恶道 虽然他还没有离开六道 但是他只要在天上人间 往缓七次 决定正阿留汉国 如果生在没有佛的地方出世 他就是独觉 独觉呢 是缓解的一种 一个是缓解 一个是独觉 生在无佛的 世间内 他能够觉悟的话呢 这叫独觉 那缓解是在有佛的世间 所以独觉呢 是缓解的一种 就是说他决定成就 决定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你供养他呢 就有真实的功德 这个不要还债 如果没有达到 严教初信位 小圣教的出国 虚多还 这不行 然后法师说 这个债是免不了的 非还不可 这麻烦吧 严教初信位 要悟啊 要破坚后啊 所以不能不小心 不能不谨慎 无论是出家 在家 真正修行人 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习惯一种 辛苦的生活 我们负债少 像佛陀当年在世 视线的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树 把我们的生活水准 降到最低 我负债最少 还起来很容易 一点也不出力 如果你贪图享受 那个麻烦就大了 你现在在这个世间 有我的一多 那你将来还的也多 所以你看我们 万人念佛的 主法和尚 忠心律师 南普陀佛学院的 院长 台湾呢 台中南普陀佛学院的院长 他就是有苦修的 他生活非常简单 也是过无不识 他坐车呢 去坐火车到台中 他的 他的道长在我们西子这里 白银市 也是广化长老 广化老上呢 在西子这边呢 创立的 一个清净的南龙 你看忠心律师呢 如果下山呢 要到台中去上课 他都骑摩托车哦 骑摩托车到火车站 搭一般火车哦 他也没有坐高铁哦 他也没有坐轿车到火车站 是自己骑摩托车 坐到台北火车站 然后再换一般的铁路的车 坐到台中下车 再骑摩托车到南普陀佛去上课 这个就是老法师说的 把生活水准降到最低 现在人家呢 外国在催民里面呢 有了解 杀人的决定要还命债 欠债一定要还钱 而且来生呢 还的时候 大概还要加倍 有利息加上去 所以老法师说 各位要懂这个道理 人家要骗我们 或者是抢劫 或者是拖到 你会一笑了之 很欢喜 为什么 他将来还你的时候 是你的财丢不掉 怎么丢也丢不掉 不是你的财 你得不到 我们换斗换施的链头就没有了 人要是把换斗换施的链头放下来 烦恼就少了一大半 怀恼少了 智慧就挣扎 这是一定的道理 啊 啊 我这下来不是一大半 我这下来是什么 就没有了 我看你了 那我给你了